高雄市7月5号确诊个案共4178例 目前除了7日平均线下降之外 在基层诊所的快筛阳性趋势也是同样的现行 高点从45%现在降至32.9% 而为了针对风险高的长辈们给予早期治疗 在住宿室的机构投药的比例 全国平均约92% 高雄市更是多出了5% 中央现在CDC 带一些确诊著名的投药的比例达到92% 这个最近也拉上来了 那我们高雄市 我们现在是97% 我们的比例都还是非常高 那有3%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其他症状 就不能开药 所以我们在确诊的住宿型机构里面 我们开药的比例是达到97% 而且是专业列管 防疫记者会上也特别邀请长根胸腔内科教授 来说明目前最受关注的全球变异株 BF4 BA5的临床和趋势 相较于现在全台湾盛行的BA2 虽然致死率差不多 但是新型病毒的传染力更强 对人体的影响也更大 那BA4跟BA5除了传染力增加之外呢 也可能比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BA1跟BA2 就是BA2呢更加的危险 因为呢在动物实验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类的这个细胞 它的病毒会对于肺部的一个影响更大 意思是我们现在很多轻症都是在上呼吸道 但是在动物实验里头看到 它可能对肺部的影响会比较大 不过大家比较担心的 到底BF4和BA5有没有进国门 虽然在机场以及渔港采取较为严格的裁检 但是在没有基因定序之前难以判定 虽然目前国内的PCR并没有发现 专家也认为迟早会进入社区 最好的防疫方法还是把疫苗打好打满 记者郑方沛高雄报道